不知道要做什麼 看警察要說什麼 光電話日男子亮刀叫囂 歧視錄影搜證可以保持距離 就怕突然遭到攻擊 原本只是檢舉違規停車 檢舉人卻拿刀嗆瞎 原警趕到現場 他還不斷大聲咆哮 張信男子火氣超大 檢舉達人正常發揮 打電話控訴警方態度差 但說什麼就是不願配合 拿出證件 查證你身份啊 我怎麼知道你這是通訊 你又不敢報身份證 人來人往的淡水捷運旁 日前24歲的陳信男子 因為在人行道違規騎乘機車 被50歲的張信男子出言呵斥 打電話檢舉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話越講越激動 張信男子竟然拿出瑞士刀揮舞 自己報警檢舉違規歧視 沒想到結局大逆轉 違規的陳信男子 當場被原警開單告發 但態度囂張的張信男子 原來5年前就被判拘役20天 現在不只銅氣三番曝光 公共場合亮刀威脅 恐怕還得背上一條恐嚇罪 叫王志文傳官員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